每日一字的观众朋友您好,今天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小字。 小字的国语注音是,西遥小,三声小,小,三声小。 小是一种细竹子,是做剑的好材料,因此又称为剑竹,而小也成了剑的一种。 小本来是这样的小字,虽然分成两种写法,但是它们的读音、字意还有用法呢,仍然是相同的。 而且小字现在多借用做这样的小字了。 小悬木是一种落叶桥木,高约三四丈,叶片宽大,有三条裂痕,叶的边缘有锯齿。 春天开淡黄色的花,会结圆形而且粗糙的小坚果,可以作为种子或是插条法来繁殖。 小悬木原产于欧洲东南部,多种在路旁作为行道树。 我国也曾经引进栽培,又称法国梧桐或杨梧桐。 小也是用小竹子制成的东西,如小餐,就是以前儿童爱玩的竹马。 而小屋呢,是用小竹子架成的房子,如路由村舍诗友,小屋风铃下,柴门嵌旁的句子。 和小字很相似的还有一个吊字,国语注音是得要吊,四生吊。 吊是用竹子或草木的枝条编成,而用来盛放古物的容器。 吊也是耕田时候除草的用具,如轮语为子偏有,子路从而后,与丈人以丈贺吊。 是说孔子的学生子路,有一天跟孔子出行,因为有事而远落在后面。 途中呢,遇到了一位老人,用拐杖挑着除草器,往田里去工作。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,竹部的小字和草部的调,这两个字的字形很相似,因此很容易弄错。 而且还有人不注意把它们念成了条字,这也是不正确的。 所以我们在书写或读念的时候,就要特别注意了。 今天每日一次的时间到了,谢谢您的视频。